話說剛才說到 田豐和陸陸說 原來之前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他們公司的手下做的手腳 他們利用黑客的技術 進入他的電腦 然後在電腦上搞鬼 陸陸跟著問他 但是我曾經邀請我朋友過來 檢查那部電腦 他都算是國內的高手 但是他告訴我 我的電腦沒有任何問題 嘿嘿 你說的這個細節 我都不是說很清楚 但我估計不外乎兩種原因 一是呢 是我們的人被你請回來的人更加厲害 第二呢 就是你請回來的人被我們收買了 嗯? 但是你們又怎麼知道 我要找他做電腦呢? 嘿嘿 我都說過了 只要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知道 不好意思 可能我們冒犯了你 這樣說 那個盲人都是你們的人 嘿嘿 但是我不喜歡你叫他做盲人 他的正式的名字叫做李強 他是我們請回來的最優秀的演員 還有一個人呢 他化妝之後可以變成一百二十歲的老人都可以 他當時在舊屋裡睡在樹 等你們去找他的 但是可惜你們一直都沒有找他 原來那個一百二十歲都未死的老人 原來那個一百二十歲都未死的老人 也是他們找人辦的 那停了一會兒 綠綠又問了 我們在那個小鎮附近的墳地裡 曾經看到那個好像嬰兒的動物 牠是生著尾的 但是可以發出人的聲音 那樣是什麼呢 一說到這裏 田豐就沒有這麼風騷了 他一下子就不笑了 好像陸陸的這個問題 觸碰了他什麼的忌諱 他的反應 也都令到陸陸非常之緊張 過了一會兒 終於田豐才說 是嗎 這個世界上 有識廣言的動物嗎 哈哈 我不知道 陸陸很留意觀察他的眼神 接著又說 田總啊 不好意思啊 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呢 田豐的神情 因此變得非常之暗淡 過了一會兒他才說 其實是這樣的 在二千年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個女朋友 她是畫畫的 我跟他非常之恩愛 那有一次呢 我就陪他一起去山西的農村寫生 那當時被幾個人綁架了我們 那後來那些大徒呢 就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之後 就開始棄弄我們了 那個大頭的人就說 我們兩個必須要死一個 如果不是呢 就兩個都要死齊 他當時從一數到十 就告訴我們 誰不想死的就舉手 在他開始數數的時候 那一陣子呢 我就聽到我女朋友在我身邊小聲的跟我說 你舉手啦 你舉手啦 等我去死啦 那當時我大哥一片空白 我根本都不懂得思考 當我大徒數到第十的時候 我居然慢慢舉起手 唉 這個是一段我最不想回憶起的往事 簡直說是一個噩夢 哎呀田總 真是不好意思啦 不過都不要緊啦 後來他們果然殺死我女朋友 然後逃跑了 當時我就很傷心 就和我女朋友在當地舉行了一個冥婚 所以最早出現在網上的那張冥婚照 其實就是我和他拍的 哦 原來就是你們啊 那你為什麼當時會穿那種這麼舊式的衣服呢 哦 是這樣的 當地有個老人家呢 他很多年前主持過冥婚 他有經驗 那當時我什麼都不認識 而且那個人混妥妥 傷心過度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聽他安排的 陸陸想起來 確實是有媒體說過 最初那張冥婚照 是一個攝影師 從山西的一戶農家買回來的 田鋒跟著說 我今年33歲 很多人 包括媒體的記者都很好奇 我為什麼一直單身呢 我和我女朋友 舉行過冥婚儀式 那我和他就是夫妻 當然啦 我當我們兩地分居 所以呢 我亦都不可能再娶任何女孩的了 聽到田鋒講到這裏 陸陸都不知道應該問什麼好 好像所有事情都清楚了 又好像所有事情都更加不清楚 田鋒跟著又說 那我自從創辦了這個情網之後 那我的事業就越做越大了 那後來我就想做一個實驗 就說 假設人家遇到這樣的情況下 會怎麼辦呢 老實說 我希望所有人都將活的權利留給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我都會安慰些 也就是說 其實我是幫自己尋求救續的藥品 如果不是 我的靈魂可能永遠都得不到安寧 所以我要做這個實驗 講到這裏 陸陸感覺到 好像他和周聰做錯了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幫田鋒帶來安慰 他跟著看一看周聰 很小聲地說 周聰啊 那我們現在走吧 田鋒跟著又說 咦 不用不急 不用不急 我找得你們來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談 因為在這次實驗當中 你們是贏了 前面的五對 可以說是可悲可歹 但你們是可喜可賀 他們得到了相應的補償 但你們應該更加得到獎勵 所以我們情網公司 會決定給你們一次免費旅遊的機會 全世界什麼地方任你選 往返期十五日 你們將會全程享受 白金五星級的待遇 怎樣啊 聽到這裏 周聰第一個站起來 說了個字 爛 然後拖著陸陸 頭都不回 就走了 但這個時候 田豐依然面帶微笑 喂 想清楚決定啊 我隨時等你電話的 陸陸拖著周聰 一路走 跌跌撞撞的頭都不回 走出去 一邊就說了 多謝你啊田總 以後都不想見你啊 拜拜 走出了綻放酒吧之後 陸陸終於拼開周聰的手 跟著說 你傻了什麼你 你同錢有仇啊你 這麼好機會 做什麼不去啊 拜什麼拜啊你 周聰跟著停下腳步 好認真地跟陸陸說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提起這件事 我跟你反面 陸陸即時被他嚇到 聲音都不敢出 這個時候大街上邊 車水馬龍 人來人往 我們都看不出 究竟哪個人是窮人 哪個人是富人 在這幫人當中 有些懷著善良之心 有些可能懷著 歹毒之耳 表面上看來 他們的掌相和表情 大致都差不多 就好像在半空當中 飛的鳥 你很難看出哪個鳥的年齡 大些 哪個鳥的年齡 小些 周聰一直保持沉默 陸陸想了半天 終於還是忍不住 很細聲地說了一句 那好吧 明天我們去拍婚紗照 好了 既然田豐基本上 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交代清楚 亦表示 會給他們更加重手的獎品 但是周聰依然不為所動 在這個問題上 他和陸陸似乎有了分歧 那究竟 周聰可不可以堅持下去 不受這個 免費白金五星級旅遊的誘惑呢 還有 究竟田豐還有沒有事 是隱瞞著他們的呢 肉之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回來再說